第1699集 这种子中 蕴含着大量的生命力和一些真心 方平这时候在思考 自己要不要干脆吞了种子算了 就怕撑爆了自己 它毕竟只是破疤 而这种子光是易散出的生命力 就足以够多为破疤锻造育骨了 种子本身蕴含的力量更强大 倒数吞了种子可以挣倒黄褶 恐怕都有希望提升上千万卡气血 方平吞了 更大的概率是撑爆了自己 这时候的方平 没管灵魂真身分身之间的冲突 他余光看向占天帝 他不知道占天帝到底要射谁 这家伙真的能救自己吗 种子一旦被收取 此地彻底破碎 黄褶必然会袭击自己 方平觉得自己可挡不住黄褶几次袭杀 也许三招也许一招 自己就会被打爆 那边 黑洞处老张面色紧张 已经做好了随时断道的准备 好歹让方平有逃生的希望 朱皇此刻没多看方平 主要还是看灵魂和占天帝 神皇背负双手 此刻也盯着占天帝看 缓缓道 占 你还有遗愿 占天帝抬头 轻笑道 见过世尊 师尊 徒儿还想看一眼三界 多年不曾看过了 不知师尊是否愿意满足徒儿最后一个愿望 看一看三界 神皇也呢 难以声轻声道 三界已不再是昔日的三界了 占天帝笑了笑 也不说什么 虚空中有人冷冷道 占 你早已陨落 一缕残魂投影 还想如何 南皇前辈也来了 占天帝再次笑道 前辈 占不想如何 只想去三界再看一眼 南皇不再言语 此刻方平面前的种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被他压缩的快要成为真正的种子了 方平深吸一口气 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 他又不傻 齐慧真的在这儿等死 收取了种子 马上跑路 能跑多远跑多远 跑不了 那再说 不过 方平还是给自己争取机会 此刻 趁着最后时间 急忙到 西皇 帮我拦一下 要不然我死了 任祖肯定不会放过你儿子 干掉你儿子的概率不小 北皇 帮个忙 我答应复活你道理的 你女儿也在人族 帮我拦一下这些家伙 林皇 咱俩虽然没有交情 可你和苍茫有交情 也帮个忙 三位帮忙拦一下那些家伙 术皇 我帮你干掉了稻树 可是救了你一命 不然稻树成皇 成皇就要干掉你了 八皇一帝恐怕都来了 九人 方平此刻 那是能拉拢一个算一个 四位皇者若是出手 他还是有希望的 方平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豆天帝 你可是我兄俩 帮个忙 这次放我离开 再见面 咱们也有交情了 南皇 我和你可没仇啊 你不会想对我动手吧 东皇 战天帝可是你徒弟 任皇 咱俩虽然有些仇怨 可算不得什么大事 要不你也别出手了 我让人族给你立庙如何 无人接话 方平说得有些口干舌燥 干笑的 哼 大家有话好说嘛 别一来就下杀手 我知道的秘密很多 我甚至知道真的种子在哪 不下杀手 好说 我帮你们找真种子 方平 神皇缓缓道 现在放弃种子 你还有机会离开 种子被压缩的只有拳头大小了 方平感觉只要片刻再压缩一些 秘境会彻底破碎 这些人再无顾忌 现在放弃 放弃了种子就是皇者的了 皇者若是根据这种子找到了真种子 会不会在地球爆发大战 概率不小 或者说必然的 那时候地球可就毁了 骂他 我不当英雄了 我走行了吧 你们随便打去 我找个地方避避 方平骂骂咧咧的 干嘛呀 我不要了行吧 朱黄脸色有些怪异 这就是自称魔王的方平 然而 魔就是魔 喜怒无常 刚说着不当英雄了 下一刻 方平破口大骂 神皇 老子操你祖宗 招你折你了 你非要逼老子 种子投影给我玩几天不行 他妈 老子给斗都不给你 斗天帝 接着 就在这一刻 轰隆一声巨响 种子被方平压缩的 真如一只残宝宝一般 落入方平手中 轰隆 整个秘境开始破碎 而方平 此刻却是将残宝宝往外一丢 丢的是斗天帝所在的方向 就在这时候 七八只大手遮天而来 有人抓向种子 有人抓向方平 种子标射而出 方平丢的就是斗天帝方向 斗天帝速度也是极快 眨眼间抓住了种子 这一抓 下一刻 斗天帝失效 方平 你呀 方平一声叹息 斗天帝将手中的白色物件捏碎 哪是什么种子 到了这时候 方平还在耍花招 丢出种子的同时 秘境破碎 方平迅速朝那边的黑洞冲去 跑 非但如此 方平还迅速吼道 斗天帝抢走了真种子 种子被他替换了 一声轻笑传来 斗天帝探手抓来 方平 种子给我 我不杀你 那边神皇一言不发 剧长已经朝方平这边杀了 出手 战天帝这边 忽然冒出一声老王的声音 看到方平被几只巨大的手掌追杀 奇快无比 手掌还没到 方平好像就陷入了泥潭中 举步维艰 老王有些着急了 都说不能一味的鲁莽 战天帝这时候还有闲心说这个 慢吞吞吞吞取出了战神功 看向那边的灵皇分身 灵皇分身冷哼一声 看向虚空中的灵皇 本想和你做过一场 不过恐怕也难杀你 既如此 本宫去问问那人 你到底算什么 一声立笑从灵皇分身口中传出 下一刻 灵皇分身忽然爆裂开 无数血液骨骼破碎 肩膀上 三猫悲鸣一声 苗屋一声 灵皇分身 忽然自碎了 主人 三猫悲鸣 大滴大滴的泪水滴落 这一看 看向藏猫 看向二猫 三猫肥鸣的身躯 忽然也在破碎 苗屋叫道 本猫要走了 大猫二猫 下次一起吃东西啊 好吃 真好吃 一枚白色圆珠 被他吞入腹中 轰隆一声 大量生命力爆发 真好吃 甜甜的 谢谢大猫了 三猫露出一抹笑容 肥鸣的身躯 轰隆一声炸裂开 无数生命力 涌入灵皇分身 爆开的血肉之中 蠢猫 这一刻 灵皇分身 好像带着一些哭腔 不好 就在此刻 有黄者低呼一声 一切看似缓慢 却是快得无以复加 眨眼间 灵皇分身爆开的血肉 忽然化为了一团 血红色的液体 几乎是瞬间 血色液体渐渐拉长 这一刻 化为了一只血色长剑 化为长剑了 大猫 二猫 我走了呀 三猫不舍的声音 再次传来 带着些许颤抖 带着一些释然 走了呢 陪主人一起走了 八万年了 都过去好久好久了 二猫在那边笑 笑得想哭 却是无泪可落 苍猫却是真的哭了 滴答滴答 一滴滴泪水滴落 三猫死了呢 战天帝此刻也是一声轻弹 探手一招 血色长剑落入长弓之上 战天帝剑指珠皇 这一刻忽然气急冲销 杀起汉天 诸位 当年 那一件我威慑出 葬送了灭和憨祸的性命 今日 我送诸位一程 哈哈哈哈 一声畅笑 终究是多了几分霸气 多了几分杀气 战 你敢 混账 一声声呵斥传来 再也没人顾得上方平了 战天帝面带笑容 却是笑得有些诡异 此刻长弓搭剑 没有射出这一剑 好像有些 恶趣伪发作 摇晃着长弓笑道 诸位 莫要靠近啊 靠近了 谁最近就是谁了 这一刻 哪怕神皇也有些变色 喝道 战 你要做什么 师尊 没事 又不会杀你们 战天帝很悠闲 仿佛从不会召集一本 看向方平笑道 杀一人 无用的 我可以杀他们一人 哪怕 我这最强的师尊 神皇阁下 我若射他一剑 他也会重伤 不过机会留给你了 三个月太短 我不喜欢杀戮 也不喜欢杀人 我更喜欢论道 解磋 可惜了 跪自首屠夫 还是让你来当吧 战天帝一声轻叹 我这一剑 还是送给天帝吧 今日之后 原地缺口更大 九皇须回归原地镇压 你 争取变得更强吧 战 朱皇抱贺 战不要射杀他们 他要剑破原地 你物要过躁了 还真要我一剑射杀了你们 战天帝弯弓 血剑之上 气血沸腾 以灵皇分身为剑 以投影为力量之源 他不杀朱皇 确实要剑破原地 让九皇回归 让让 人皇世尊 让一些 免得伤了你 东皇世尊 你虽战力无双 可徒儿这一剑 也能重伤你 让一些 我怕射偏了 战天帝再次叙道了起来 笑道 哈哈 大家都让让 灵皇前辈 这分身的力量快消散了 还想去看看天帝呢 莫要让他最后的灵石都散了 快点 医生冷喝在血剑中响起 灵皇分身暴怒 废话什么 战天帝笑了 定位呢 哪有那么简单 稍等片刻 你再撑一会儿 不行就杀一位皇者 杀你真身可以吗 你 那就别废话了 战天帝 战天帝 湾宫 好像在定位原地所在 身影 却是开始虚幻起来 战天帝 脸色愈加苍白 朱皇 此刻 却是迅速避开了他 哪怕有人呵斥 此刻 也是迅速避开 剑芒起 红隆隆 三界 都在颤抖 九重天上 仙缘在颤抖 本源深处 三门在颤抖 剑芒贯穿三界 越来越凌厉 苍猫叫得悲惨 一声又一声 三猫已经死了 二猫好像也快了 此刻 二猫对他露出笑脸 吞下了他送的那滴 皇者生命精华 真好吃 真的好好吃呀 大猫 替我和三猫多吃一点呀 不吃够了 不许来找我们 战 神皇面色凝重 见战天帝还在定位 贺道 一起出手 不可让战 建设原地 否则本源缺陷扩大 九皇好不容易 挣脱了一些束缚 很快会再次陷入 前面几千年的状态中 需要再次沉眠 镇压本源 世尊 你何必这么对徒儿呢 战天帝有些无奈 西年 我已放弃了一切 为何还要如此呢 这一刻 战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柄血色长刀 看你一刀 我在射箭 话落 轰隆一声一道刀器 贯穿了天地 贯穿了九重天 哪怕先缘都为之一案 刀器直奔神皇 朱皇此刻纷纷抱贺 迅速出手 方平这时候也逃到了战的身后 哪怕压力全部被占承担 这时候方平也感受到了巨大无比的危机 肉身血肉在脱落 神指开始恍惚 朱皇出手 哪怕只是一些余波 然而 这么多强者出手 依旧让他面临死亡的危机 这一刻 朱皇忽然清醒 不再痛哭 一声尖锐的力吼传出 轰隆一声 四周微压破碎 朱皇身体一致 嘴角有腥红血液传出 二猫 再见 大猫 再见 二猫趴在战天地的肩膀上 再次挥舞了一下爪子 就在这一刻 战天地笑道 呵呵呵 找到了 破 一声低吼 震荡三界 一只血剑洞穿了天地 神皇探手去抓 扑斥一声 血剑直接洞穿了他的手掌 窦天地皱眉 也是探手抓去 就在此刻 一只肥胖的猫 忽然从箭头中冒出 一口朝窦天地的大手咬去 救人 走呀 蠢猫 灵皇分身爆发出凄厉的怒吼声 轰隆一声 三猫虚影瞬间破碎 天地之间 再也没有三猫了 血剑燃烧 轰隆一声 速度更快了 南皇几人出手 确实没能拦住血剑 灵皇刚想出手 忽然冷笑一声 收手不再管这些 直接消失在原地 回归九重天 战 神皇众人都是怨怒无比 看向身影虚幻无比的战 战天地却是不急不躁 侧耳倾听什么 倾笑道 等等好吗 我想听听声音 大家等等好吗 就在此刻 血剑洞穿本源宇宙 所有本源强者 此刻都感受到了异常 一只血红色长剑 洞穿整个本源 朝本源深处标示而去 好像穿透了什么 下一刻 血剑消失 然而就在此刻 所有本源强者 忽然身体颤抖 大到剧烈颤抖 非但如此 这一刻天空中的先缘 也在剧烈颤抖 下一刻 一尊巨大无比 好像覆盖了三界的虚影出现 人影 如同当日方平 在原地看到的那人一样 一尊沉睡的人影 此刻 一只血剑直接洞穿了人影 一道纤细的身影 浮现在人影身边 灵魂分身 二人好像在说话 沉睡的人影好像也在睁眼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眼睛缓缓睁开 下一刻 一声叹息 想扯三界